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死亡1110名士兵被摧毁30门火炮 24辆坦克和36辆装甲车等重装备 为了在3月份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时 拿到点像样的战机冲面子 俄罗斯绞肉机继续开动了 需要说明的是 乌军在前线已经全线转入防守 凭借坚固防御攻势 消灭敌方有生力量 本来乌军装备有更先进 而根据进攻方的伤亡大于防守方的铁路 接下来有俄军好看的了 只在这一波大量歼灭俄军有生力量之后 乌军就可以再次展开反击了 从现在开始直到3月份 因为某人有刷战绩的需要 俄军在战场上的死亡数字 可能会让大家吃惊 提前提醒大家做好洗礼准备 1月14日击落的两架俄罗斯飞机 正是被乌坎的防空力量列入战果 这次A50被击落 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历史 成为首个在实战中有预警机被击落的国家 同时由于西方的制裁禁运 关键元器件和芯片的缺失 俄罗斯目前不具备生产 A50预警机的能力 现在俄军总共只有6架A50预警机 在服役的只有3架 机上人员的损失对俄方来讲 是尤为头痛的 A50一般配置5名机组人员 和10名系统操作员 以及专家 这些人是高度专业化的人才 要经过几年的培训才能胜任工作 目前 被击落的A50飞机上的人员 已确认全部丧生 包括俄空军远程航空兵 副司令奥利格 弗拉基米 洛维奇 普切拉 ERM空中指挥机紧急迫降 起火 能看到机身和尾翼上的弹孔损伤 不知道维修价值还有多大 但短期内肯定是无法使用了 战场上哈尔科夫 库布扬斯克区 俄军进攻法力 组织不起来 成规模的装甲突击 只能步兵冲锋 俄军在这里发起的三次步兵冲锋 全部被击退了 三部战场 乌军在罗布基尼西侧 和维尔伯维西侧 击退了俄军十次进攻 阿富士布卡战场 俄军把瓦格纳残部 调到了北翼参与进攻 但显然 普里个人死后的瓦格纳 也不再是以前的瓦格纳了 俄军在星巴赫木特卡东侧 斯杰波夫村东侧 交化场外围的进攻 全部被乌军击退 赫尔松战场 俄军对乌军克林基 桥头堡阵地 发动了七轮进攻 但全被击退 过去24小时 俄军死亡士兵过千 损失火炮和装甲车 数量过30 损失坦克数量过20 可谓损失惨重 但没有取得任何的战果 以后这样的日子会很常见 另外 据乌军情局消息 有证据表明 俄第七空中突击师 第108空中突击团的人员 被系统性的给予了麻醉和精神药物 这些药物会让人精神亢奋 并且使身体的痛感减弱 使用这类药物的俄军士兵 将更适合参加人物冲锋 而不再畏惧死亡或伤痛 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领土 比尔格勒德州 开始修建混凝土避难屋 以防止乌军的炮击和空袭 之前 这些人民已经在行政当局的建议 向别的地方疏散了 当俄的小兄弟们 看到俄连自己的领土都保护不了 看到俄国人本身狼狈不堪 如何再敢相信俄罗斯能保护他们呢 俄罗斯航天工程师 轻燃料太空火箭开发商 米哈耶尔·科克里奇宣布 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 他在某上面发布了 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文件 并写道 本周我故意正式地放弃了 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 结束了我与该国的正式 且唯一的联系 这是我有意识的决定 因为我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和现任普丁政府的政策 存在根本分歧 1月15日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抵达瑞士进行工作访问 访问期间 他将在波尔尼 与瑞士议会两院首脑 各党派首脑瑞士总统 阿姆赫德女士举行会谈 会谈的主题将集中在制裁 和寻找使用俄罗斯 冻结资产的机制 人道主义排雷合作 财政支持和乌克兰重建 以及被绑架儿童的回归 瑞士总统维尔拉·阿姆赫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瑞士将在2025年 至2028年间 向乌克兰提供15亿瑞士法郎的援助 当然 你有朋友我也有 朝鲜外相崔善基 在1月15日 到17日期间访问俄罗斯 1月16日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斯 举行了充实的 有意义和富有成果的会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总统普丁将在可预见的未来 访问朝鲜 两国计划在所有领域发展伙伴关系 表明反战立场的俄罗斯女性总统候选人 叶卡尖尼娜 邓索娃最近麻烦不断 这被取消参选资格后 他又被警察带进了拘留所 根据邓索娃的说法 执法人员拦截了他的汽车 以疑似吸毒的理由将其拘留 在拘留所 他接受了抽血和药解 确认结果阴性之后 才被放出来 他问警方 为什么认为他疑似吸毒 对方表示是一场误会 很显然 这所谓的误会 更像是一个警告 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邓索娃的这个遭遇 真的不算是什么了 看看最近几年 那些神秘消失或神秘死亡的 俄罗斯反对派大佬就知道了 俄罗斯现在不是输或者赢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结束这场战斗 没那么丢人的问题 输是百分之百板上钉钉子 战争持续下去 普京可能连屁股下面的凳子都保不住了 俄罗斯打乌克兰 战略目标很明确 开快刀斩了马 用最快的时间 逼迫司机投降 流亡 扶植清俄乌克兰总统上台 把乌克兰一举改造成清俄 反欧美的桥土宝 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环中区 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头衔 让人啼笑皆非 先是5G装备 俄罗斯最先进的坦克 在俄乌战场并不像他宣传的那样 所向无敌 反而被打成筛子 苏35也被乌克兰击落了几架 一开始势如破竹 但是迟迟拿不下乌克兰 还被乌克兰收复不着阵地 遇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 迟迟没法推进 陷入了拉锯战 苏武器也不敢上 怕被打下来 这两天连12R和A50预警机也被双双击落了 以后谁还买俄罗斯武器装备 水分太大了 欧美联合制裁 特别是欧洲 欧美花钱 就能把俄罗斯拖死 这可是求之不得的 司机知识率拉满 虽然乌克兰几个城市打烂了 但是总比乌克兰被并入俄罗斯墙吧 欧美的军援源源不断地送往乌克兰 甚至F16也马上到货了 欧洲各国向乌克兰援助F16战斗机 有了这些武器装备 俄罗斯还想拿下乌克兰 简直痴人说梦 俄罗斯士兵士气低落 因为大家都清楚 这是侵略战 这仗打的不得人心呢 国内反战声音越来越高涨 这次俄罗斯反对派肯定会借机攻击普京 毕竟砸那么多钱 死了那么多人 啥也没捞着啊 你说这场仗 普京和俄罗斯赢了啥呀 财政赤字4万亿创历史新高 收复乌克兰是普京给自己规划的光辉泄幕 他的工业从车臣战争开始 到收复乌克兰到达顶点 他接手了一个危机重重的俄罗斯 他退场时俄罗斯已经差不多 恢复了苏联时代的势力范围 然后乌克兰战争成功以后 他就可以接着胜利的威望 安排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他可以借着这种威望 对其他实力派杯酒士兵权 给他挑选的接班人铲除障碍 保证他退休后的地位和他政策的延续性 只是真实的世界 并不是他认识与理解的那个世界 西方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软弱 重点是他的俄罗斯早已衰老 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野蛮却年轻 能够支持彼得大帝的扩张 而普京的俄罗斯并没有变得文明 却已经衰老 他试图让一个身患癌症的八十岁老人 去从事本来是二多岁年轻人 才能完成的运动 那他只是加速了这个老人的死亡 俄罗斯是因为他延迟了二十年解体 但是也因为他得到了更加彻底与更加惨烈的解体 本来按照叶利钦时代的趋势 俄罗斯会像苏联那样 比较和平的解体 并且脱离出去的成员 也会局限在高加索地区 但现在他们将面临一场 惨烈内战后彻底的解体 人类的智慧总是不可信赖 强行对抗趋势的结局 就是给自己换了一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人算不如天算 一位诗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失与远方 但我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 每天像陀罗一样忙碌 没有了失与远方 只有眼前的苟且 生活中央之下发布视频 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减压口 也是必须做的事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 拼了命的用尽全力的活着 但收入不稳定 让妻儿没有了生活的保障 这里也恳请朋友们 如果欣赏我视频的话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给予我一点点小小的赞赏和鼓励 谢谢大家了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感谢一路由你